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怎么回事呢 那夏艺男怎么还没回来啊 哥 你特地来找我 就是问这事啊 不知道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你屁边屁边地跟人跑省城去了 我还想问你呢 百灵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那是不是彭家的事 家里事你不管 你还说这种话 什么态度 冷不冷漠 我什么态度 他们彭家幺蛾子一个接一个的处 又不是我弄出来的 管我什么事 我嫁到他们家我就够闹心的了 管得着吗这些事 哥 你不冷漠 你热情 你管去 请你别扯上我好不好 行了 你们是一家人 哥 你也知道我们是一家人 那以后我们家的事 你能不能少管呀 百灵 百灵越来越不像话 好 通知你先回吧 我们一旦有消息 会马上通知你 好的 有消息了 您立马上通知我 好的好的 您放心 妈妈 来 我的搜尾 来 我的搜尾 来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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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尝尝 小杨 小杨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少放辣椒 少放辣椒 那别说孩子 我都受不了 瞧你们这一瘦我都不敢动筷子了 你不是已经少放了吗 我死都放了吗 你不是老大 太老了 不不辣啊 那 我们能跟你一样吗 哥哥 playful 行了 走 吃放点啊 吃啊 一定咱家火 MMO within me 已经太好了 天 kami 你们吃 停失 XION 好 怎么了 你弟弟失踪快一礼拜了 你二嫂出去找了快一礼拜了 怎么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你一点都不好心里去 那不是你亲弟弟是吧 何阿姨 您这话说的 我不就没有天爷挂嘴边吗 我这心里边急死了都快 急死了没看出来 我就知道你天天下馆子 除了下馆子就是下馆子 怎么呢 你这生活过得好滋润呢 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是吧 啥共产主义啊 就是有个饭馆啊 百灵特爱吃 我们就多去了两回嘛 何伯母 您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 我们两个人花自己的钱 下顿馆子 这事有什么不对吗 是不是需要跟您老汇报啊 您现在是我们彭家当家的 就你这儿不祸家 你求我给你当当家的 我告诉你 我都不稀罕 你还真当回事了啊 老三啊 是这样啊 你以后呢 出去下馆子 你顾忌点 你这个侄子和侄女 你瞧瞧 营养不良 你既然有闲钱 你出去下馆子 你隔三差五的也带着他们 给他们改善改善生活 增加增加营养 好吧 没有 没有 何伯母 我记得我好像跟您说过啊 当初彭家老太太走的时候呢 是把这几个孩子 都托付给他夏依南了 夏依南也是答应得好好的 您不能看现在我嫁进彭家了 您就着急赶紧出手啊 是不是 再说了 夏依南那是长嫂 长嫂如母这话 您没听说过吗 这几个孩子呀 理应他夏依南照顾 再怎么轮 也轮不到我陆百灵头上 贝林姐 贝林姐 我叫你说这句话 别道歉啊 蔡霞呀 管好自己家日子啊 这是彭家的事 您稍管 哎呀好玩 啥意思哦 啥意思嘛 老刘 哎三 三 你娶个什么玩意 那跟我嫂子简直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我要知道她这副德行 我当初我就不能给你们办 办 办这回礼物啊 什么玩意 你别生气嘛 是不是多大个事 你何爷 你也别生气啊 反正就是年轻 年轻 回来 没事玩呢 还有你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一天啥事没有 我在家待着 让我嫂子一个人去省城 你心怎么那么大呢 不是 这事也不赖我呀 那嫂子没让我去呀 陆霞 来了 那个时候 你们慢慢吃啊 慢慢吃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你瞧这彭老三 哪有个当哥哥 当叔叔的样子 他一点他都没有 找找找找 看什么看 赶紧吃饭 将来长大的 可必须做这种人啊 奶奶 我长大了 要学二叔 嗯 行 嗯 对 学二叔 你要学以前的二叔啊 可别学现在的二叔 学现在的二叔 麻烦了 嗯 不不不不 哎 不不不 赶紧哥 吃雷哥 吃雷哥 太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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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